競選總部前鞭炮聲持起比落 市區議員韓世玉拿下了8067票 順利連任成功 拿下全市第一高票 韓世玉在選民的出雍下發表感言 乾爹乾媽以及叔叔伯伯阿姨姐姐 嬸嬸還有哥哥弟弟還有老師兄弟 大家謝謝你們 感謝你們 連續幾天站在入口謝票 感謝民眾支持 能夠一舉拿到8000多票 證明四年的服務受到選民肯定 都大家照顧 謝謝 高票 謝謝 非常感謝我們各位 我們鄉親各位好友 謝謝大家對市域的肯定以及支持 那市域呢真的非常的感謝大家 也沒有想到說這次的話 會有這麼高的一個票數 那在此呢真的非常的感謝 再感謝 那市域呢一定會更加的努力 全力以赴用心服務 那讓我們的各位民眾呢 大家能夠有感到市域的更熱情的一個服務 我覺得這個部分的話是最重要的 服務處助理電腦中排滿整天的行程 就連服選團隊執行長許國仁 都很佩服韓思域的鐵人精神 我是從韓良企議員 一直到韓思域議員 我都在服務處幫忙 那給我的印象是說 台語說 一隻牛如果要來 要做餐廳 不用怕沒餐餐餐 他們父子就是日日月月的 就是一直做 就只有一個字 一直做 一直做 因為我們常常服務的對象 我們服務了半天才知道 他是安樂區的 他是仁愛區的 他是重鎮區過來的 但是我們依然是勇往直前 因為我們知道 金融市的市議員是屬於金融市的 我們不會因為選區 也不會因為選舉 所以我們的服務處 服務案件特別多 但是也真的很辛苦 但是我們不怕累 因為我們看到 兩位議員 前後任的議員 都是身先世主 他們一直在噴波 一直在噴波 一直在累 看到他們穿破了好多雙鞋 市立覺得 我們最重要的還是民眾 我們民意 我覺得民意才是 我們常講的王道 那所以呢 我們不能夠說有黨意 或者是有任何的 其他的所謂的政黨政治的 這樣一個想法 那我覺得說呢 始終 還是站在民眾的立場 來去監督我們市政 那才是我們民眾之福 那常常呢 大家會講 尤其我們的 18期我們市長說 我們好好做人情 所以呢 我們好好做事情 那為大家呢 努力 做好每一切 韓世玉拿下全市第一高票 8067票 雖然沒有超越已故議員 楊時成 8300多票的成績 但兩個人服務精神 在地方獲得肯定 韓世玉謙虛的說 會繼續做好基層服務 不負選民所託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